歡迎來到《風華絕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佳南 感謝您的觀看與訂閱 受疫情影響 很多影視劇 節目的錄製都被迫停止 明星的收入近來也出現銳減 除了本職工作 很多明星都有副業 比如閩南語歌手李愛奇 便與丈夫丟客成立了一個健身房 據瞭解 李愛奇的副業問題不斷 他和老公投資了2000多萬的健身房 因疫情無法營業 每個月要虧損150萬台幣 加上每月上百萬的房租 更是雪上加霜 他也被迫取消了多場商演 工作量驟減 收入也是隨之減少了不少 為了維持健身房的運營以及十多位員工的開銷 他和老公已經向銀行貸了巨款 他曾在上節目時透露 開健身房壓力超大 加上對數字一窍不通 但財務都得自己處理 經常因此犯頭痛 惡心想吐 嚴重影響睡眠 他表示 在健身行業我還是新人 加上老公是外國人 很多瑣碎手續不懂 我得勢必攻勤 長期壓力下導致他犯頭痛 原本以為只是風寒 減吃成藥舒緩 但頭痛狀況惡化到惡心想吐 脖子僵硬 也嚴重影響睡眠 他形容 當時常常身體已經很累了 但躺在床上 腦袋還是轉個不停 完全無法休息 後來 藉著瑜伽和運動才漸漸改善症狀 也自曝 去年曾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 當時他在運動後趕著要接女兒下課 回家簡單舒適 出浴室一不小心滑倒 後腦勺重摔 眼前一片漆黑 躺在地板完全不能動 後來打掃阿姨見狀 要叫救護車 他顧不得頭痛 只惦記著自己沒穿衣服而阻止 但被扶到床上休息後 陰頭暈想睡一下 卻接到丈夫電話 他在電話裡大喊 老婆千萬不能睡啊 你不要死啊 讓她哭笑不得 李愛奇早在12歲就發片出道 2005年還一舉拿下金曲歌后的獎盃 小時候媽媽為了讓她的胸部更大 還採取過不恰當的方式 她上節目11點熱炒電視透露 小時候媽媽十分迷信 聽從長輩的建議 趁著洗澡時捏她的奶頭 對此中醫師吳明珠還解釋說 這個方法並不是空穴來風 因為我們的乳頭它其實跟我們的胃精走的 所以當我們的胸部要發育 或者是跟我們身體裡面的營養吸收有關係 然後跟脾胃有關係 不過她並不建議這種方式 因為可能會造成早熟而長不高 若真的想要幫助發育 可以透過按摩或刺激穴道的方式 成年後的李愛奇身材的確很有料 她在2008年和美籍老公結婚 育有一子一女 四口之家生活幸福甜蜜 經常在社交平臺上分享生活點滴 之前因服緣愛夫婦遭爆婚變 一國婚姻經營不易又成為話題 李愛奇在接受媒體專訪時坦稱 其實一路走來並非外界看來的順遂 也常因文化差異大吵 甚至一度動念分開 談到一國婚姻經營大多不易 她認為其實無論雙方是否是不同國籍 關鍵在於婚前就要想清楚 因為婚後就是兩個人要一起過下半輩子 還說 老公入境隨俗 對於李家長輩遵循的習俗和臺灣風俗都儘量能配合 但畢竟自小生長環境不同 夫妻倆文化差異頗大 也常因此大吵 丘克很不習慣她在螢光幕上談夫妻生活 因為她的員工私底下都會跟她講說 你怎麼這樣對你老婆 對於孩子教養 夫妻也不同調 丈夫認為小孩放養就好 受了傷就知道這裡是危險的 李愛奇則無法接受 認為這樣很危險 她還提到 老公很不愛看醫生 生病了就說躺一下就好 時間長了她都會拍一下看丈夫還活著嗎 此外 她還自曝結婚前差點吵得不解 因丈夫不解為何亞洲人要拍婚紗照 覺得很莫名其妙 又很尷尬 要換上西裝在山上 海邊這樣跑 好不容易拍完 業者還只給選30張 超過必須加錢 儘管丘克說這是我的肖像權 我只是要把它拿回來而已 但對方還是不肯 這個氣得罵一罵就走了 還把李愛奇丟在那邊 此舉讓李愛奇氣得放話 不解了 叫你美國那些親戚朋友都不要來 我去取消婚宴 丘克當場被嚇傻 立刻回去向業者加買60張婚紗照 結果買了很浪費 因為全都放在衣櫃裡面 都沒有翻開 丘克原本是白領高階主管 月收入豐厚 後來因為理想自行創業 開了兩間健身房 起料才剛裝潢好就慘遭疫情 由於兩間場館位於東區 房租高達近100萬 再加上人事成本等 碰上三級警戒 根本無法營業 儘管身旁許多友人會給予金錢或精神上的協助 但他多少會有自卑感 在失意的情況下 竟對妻子說 你如果想離婚的話 就現在早一點講 趁你現在還年輕 可能還是會有人想照顧你 而且還說過不止一次 某天 李愛琪再也無法忍受 氣得對老公破口大罵 如果真的要把離婚二字說出後 我就是真的要離婚 所以你不要隨便亂講這兩個字 對我來講 我就是說了就走了 不可能在那裡挽留 之後 他表示老公比較心細 擔心自己跟著他會很辛苦 於是用這種方法來試探 但他認為不能用這樣的方式 而那次狠話一出 老公也有點嚇到 如此看來 這對夫妻雖然有些小摩擦 但是感情基礎還是相當穩定的 丈夫非常體諒李愛琪 會站在他的角度為他打算 他算是遇到那個對的人 他也曾在節目中坦言 碰到過不體諒自己的男朋友 當時和男友交往時還太年輕 所以他沒有動過結婚生子的念頭 讓男方有些不滿 且還被對方媽媽嫌 黑肝瘦 身形太嬌小 恐怕是不孕體質 讓他不解 為何身材要被指指點點 最終不歡而散 婚後得知自己懷孕時 他第一時間竟然不是打給老公報喜 而是打電話去給前男友說自己懷孕了 為自己辯解 那時他已經與前男友分手10年了 卻還是耿耿於懷 可見他對於被抹黑 不能生子相當介意 事實證明 他不僅能生孩子 還一連生了兩個孩子 但他對兩個孩子的教養方式完全不一樣 日前他上節目時提到 兩個孩子簡直兩種命 大兒子照書養 女兒照豬養 沒想到因對女兒的飲食沒有特別注意 而造成身體出現狀況 讓他相當後悔 他在錄民視 這是有影無透露 以往他對待大兒子可謂是悉心照料 在大人出門吃飯時 都會專門先為兒子在家做飯 不讓他吃外面的東西 而對待女兒就隨意了許多 飲食也沒有像兒子一樣重視 導致女兒偏愛甜食 現在越長越胖 甚至還出現便秘的問題 當時女兒上廁所十分困難 時常會痛到大哭不止 去檢查才發現滿肚子宿便 對此讓李愛奇覺得對孩子抱歉 直言無論對哪個孩子都不能有片刻的鬆懈 家裡有兩個孩子 的確是很難做到完全一樣對待 李愛奇資深就是如此 她有一個妹妹 名叫李可威 近日她被妹妹的同事李嚴謹爆料棄養父母 雙叔隔空開展 李可威向李嚴謹抱怨姐姐不管父母 李嚴謹因此找上媒體爆料 為此 李愛奇大動肝火 痛批李嚴謹要當正義姐嗎 幫我妹嗎 那請你用用腦子 先搞清楚狀況 如果你只是要朝你直播新聞 那就太低級了 李嚴謹也在社交平臺長篇大論回應 解釋說 自己無意介入別人的家務事 也認為自己的確該向當事人先求證 李愛奇則說 能體諒李嚴謹在演藝圈工作也很辛苦 不希望這件事會影響到李嚴謹 也讓妹妹能繼續好好工作 她向媒體解釋 媽媽擺那張動手術 爸爸則是膽有問題動手術 她原先皆不知情 並非所謂棄養 也透露妹妹讓家人頭疼許久 事實上 她自9歲出道後 走暢的薪水都上交給了爸爸媽媽 可以說一家子都是靠她養 結婚後 她也接爸媽過來一起生活 她還透露 妹妹離婚後和女兒也搬來一起住 並在她和老公的公司上班 但妹妹經常喝酒勿示 曾酒醉倒在家樓下 被警惠通知家人 老公多次容忍妹妹 也曾因妹妹和李愛奇大吵 夫妻關係一度降至冰點 甚至差點離婚 而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是有次妹妹和老公在公司吵架大鬧 砸壞公司用品 讓老公忍無可忍 最後妹妹搬了出去 而父母心疼小女兒要獨自帶5歲的孩子 也一起搬了出去 因此 父母健康亮紅燈的事 她是事後才知情 也很無奈 事後 李妍錦也說明緣由 稱 李可薇在我面前直哭 沒辦法生活 5月份我借了她5萬 她本來跟我說5月底就可以還我 然後要進行直播馬拉松的前一天 我問她要不要過來看貨跟直播內容 結果她跟我說 媽媽早上在開白內障 晚上爸爸掛急診 理所當然的我會問姐姐呢? 清官南段家務事 自古如此 李愛奇在對待自己的兩個孩子教養上存在差異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無端被外界泼髒水 放在誰身上都不是一件開心事 娛樂圈反轉多 好好經營自己的生活最重要 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了 如果您對本期視頻有何感想或建議 歡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本頻道 別忘了點擊訂閱 下期視頻 我們再會